老杨到处说,我们推广会员制也有一段时间了,当然也得到了大家不小的欢迎,当然我们也按照我们事先的约定,每个星期给我们的会员提供了三个节目,比如说这个星期我们提供了前两个节目,就是一个讲到林郑月儿宣读施政报告, 然后香港的建制派一位唱高调,我们对这个现象有一个评论,再有一点对徐林的那一环警告资本操控舆论,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解读,这个解读也意识到就是对资本控制舆论这个说法,估计中共内部会有一个新的整治的措施,这是我们谈的第二点,第三就是谈了一个历史典故的故事, 因为我们觉得历史上讲真话以史相见的这个案子,当然今天不一定会出现,但是呢,一言堂之下,可能讲真话的人就少了,不让妄议的人呢,然后就不说话了, 那这个事情对一个正常的国家的政治民主生活是不利的,那这一点呢,我们也有一些历史和现实的一个对照, 那么可能呢,我们要做的呢,今这个礼拜,大概有这三个节目,那么我也想呢,愿意呢,跟我们进一步分享的话, 其实呢,会员是,我们也在做一些盘整,希望呢,感谢我们的会员呢,一如既往的支持, 当然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会员参与,来使我们的会员呢,有更多更生动活泼的一个互动,我想呢,这一点呢,也是我们的初衷, 因为呢,大时代的变化,新闻叠出啊,各种各样的政治现象,更值得我,信息太多, 如何来做一个精准的选择和解读,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责任, 当然我们还在不断的调整,不断的检讨,不断的总结经验和教训, 那么也希望呢,通过这么一段短的这个视频呢,跟大家呢,做一个交代, 就是如果愿意来加入我们的会员制的话,也许我们还有更多的分享, 这是我今天给大家谈的介绍,因为每个礼拜我都会做一个这样一个总结和回顾, 这就是我们继续的来,来跟大家来做一个互动,因为这个节目呢, 很快就有六万个订阅数,这是真的是对我们的所有的努力, 辛苦的付出的一个正面的肯定,我希望呢,明年还应该做得更好,谢谢大家。 ,谢谢大家。